博尔特在50名撮到了前面 清楚的合作关系 9秒58 9秒58 博尔特不可思议的再次撮到了人类奇迹 这是一场让盖伊哥怀疑人生 让杨健老师最漂亮的比赛 时至今 这场比赛创造的世界以后 仍然高傲的注定在人类百米风神榜的守卫 今天这期视频 高高老师带大家一起回顾 在这场经典的百米飞人大战 回上比赛时 新考验冠军博尔特 对这世锦赛森万王盖伊哥 赛前盖伊哥霸气放话 要是博尔特这小子能跑进9秒60 那我也亏 这话估计是被博尔特听到了 只见他微微一笑 又担心盖伊哥尴尬 于是赶紧用手 五周已经咧开的嘴 反观报五哥就聪明多了 只剩用号牌把嘴疯了起来 这样就没人看得他笑没笑了 果然精还是老的了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杨健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参赛选招 第二道是 特林达多巴哥的敬近人物 马克·博尔斯 第三道来自安提瓜群岛 博尔特最好的朋友 丹尽尔·贝利 第四道 在北京奥运会上 创造三项飞机纪录 被誉为超人的 尤赛恩·博尔特 闪电之翼 看看今天能不能划过 玻璃夜空 第五道 2007年世界紧交赛 100米200米双鸟冠军 美国冰镜太增感一 第六道 阿达法·鲍威尔 近年他已经多次跑到了 9秒80 第七道来自美国的 大卫配论 他是所有选手当中 表情最严肃的一个 第八道来自 特金达多巴苏 比查德·汤普森 北京奥运会上 男子200米的奖牌获得者 市场赛的刀锋之战 闪电对决 一触几发 所有的现场 八百名观众 都已经站了起来 就让我们一起 期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比赛开始 托尔特的起动和戴衣 相信 共甲起逼 博尔特在五十里 超到了前面 轻松的获得的 9.58 博尔特不可置意地 但是托尔特的人类起逼 他真的是在飞 而不是在跑 在魔灵的窗庭下 博尔特在蓝锁的跑道上 飞了起来 闪电之翼 划过博尼夜空 9.58 可以在人类 划破博尼夜空 博尔特在创造 新的百米世界纪录 人类每米 正是进入9秒60时代 该一哥凭借着 9秒71的成绩 西天史上 最强下决 这场比赛过后 该一哥也想通了 靠放松逃 这辈子就赢不了博尔特了 要将赢 赛期还得挂不来 在每个世界纪录之战